今天有道具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老朋友 新朋友 还有正在收看视频的朋友 大家平安 我是皇上仁 我是Black Hawk教会话语部的牧师 很高兴跟大家见面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Black Hawk教会 来跟我们一起主日崇拜 特别 现在刚开学 所以我也特别欢迎 学生 学者 不管你是旧的 新的 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都结成的欢迎你 也祝福各位学生 学者 你们的学业顺利 还有你们的研究顺利 那今天我们要来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现在进入秋天了 比较凉一点 然后你可能 这是过去几个礼拜 如果你家里有种菜 你的后院里面有种一些东西 那你就发现说 可能过去几个礼拜 你都不断地在收成 就连在我们对面街上的 那个很大型的体育用品店里面 它在那边就有一大箱的蔬菜水果 今年有同工非常好心地帮我准备了 像这样子 但是可能会比这个大的更多更多的蔬菜水果 居然摆在体育用品店里面 那这是为什么呢 结果呢 它不是要卖的 它是让客人自己带回家去的 这么好 免费自由索取 那原来是因为这家店的员工 很多人自己家里种菜 太多了 多到吃不完 所以就搬来店里面 让客人自己带回去 那我希望你们家 如果有种东西 也是大丰收 那我个人呢 我是没有 还没有种菜 但是因为我过去 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有很多接触农业的机会 我常常到田里面去看 我常常去关心一些农友 那我们种 我们去看的一个是一个叫做 节球蜗菊的一种蔬菜 用英文讲 就是iceberg lettuce 那这个就是各位在沙拉里面 最常吃到的 就是这个东西 好 然后你就看到我呢 所以我常常一年可能好几次 虽然我不种 但是我收 所以我带着我们公司的同仁呢 大家一起去收 也就是采菜 那在采菜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早上三点钟 天还没亮 我们就起床 三点半出发 五点到五点半之间 到达那个地方 然后我们就五点半等天亮 天亮就马上去采 拼命采 因为我们最好的时机是 必须在那个露水 它还没有蒸发之前 就把它全部采好 所以大概五点半到八点 大概是黄金时期 到了九点时期 日震当中太热了 采的人也会累死 菜也会不好 那我们就这样子弯着腰啊 踩啊踩啊 就带着一把小小的镰刀 大概跟我的手一样大 这么大 然后就割啊割啊割啊 然后就一直弯着腰这样割 好的就把它装到箱子里面 不好就把它丢掉 外面不漂亮被虫咬了 我们就丢到旁边去 搞得最后都是腰酸被动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哎呀 这边的土 跟我以前看过的土 不一样 那我就问 种的那个人 那个农场的主人说 哎 这个土 怎么长得不太一样 这个是什么土 你有什么特别的吗 那他就说 哦 黄先生 这个叫做沙狼土 不是我们一般的土制 那我说 那你为什么用这个沙狼土 他说 因为我们这边靠海 都是这样 我们这是沿海地带 他说 那你怎么会用这种土来种呢 他说 哦 不 用我们这种沙狼土来种蜗具 种得特别好 因为这个是日本的农业专家 来指导我们 我们以前是种别的东西的 然后他就说 哎 你这里要种结球蜗具 一定会又甜又好吃 长得又好 也没错 因为我们到处去其他地区买蜗具 结果就发现这家农场最好 所以我们就长期跟他买 所以就 哦 有道理 所以各位我们知道 土壤 它是至关重要的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经文里面 会探讨到的 好 我们一起看今天的经文 那按照我们现在教会读经的进度 Love this book 迷上这本书 这是我们教会自己编的读经的教材 到了第31周 第56天 希望大家可以跟上这个读经的进度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 马太福音的第13章的1到23节 但是我们先看1到10节 好 我来读 那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 有很多人聚集到他那里 于是他上船坐下来 众人都站在岸上 他用比喻对众人讲了许多事说 有一个洒种的出去洒种 洒的时候 有的落在路旁 小鸟飞来就吃掉了 有的落在泥土不多的石地上 因为泥土不深 很快就长起来 但太阳一出来就把它晒干 因为没有根就枯萎了 有的落在荆棘里 荆棘长大了 就把它挤住 有的落在豪土里 结出果实 有一百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三十倍的 有耳的 就应当听 这一段经文我相信很多人很熟悉 但是让我们能够进到当时的情境 我们来想 在耶稣当时是有非常多的人跟随他的 那所谓跟随呢就是 他只要到哪里 哇 就浩浩荡荡的一票人 到处跟着他 耶稣走遍各乡各城 就一直都有人跟 而且各乡各城也都有人 出来听他讲道 那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要知道 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他是很好的老师吗 他是道德的模范吗 他是先知吗 他们对耶稣充满了好奇 他到底是谁 当时的犹太人 他们在等待的 是一位 尼赛亚 尼赛亚就是救世主 那就是民族的救星 那救他们脱离什么呢 救他们脱离罗马的政权 因为当时的以色列 其实已经灭国了 已经被罗马人打败 统治了 所以他们是罗马的殖民地 所以他们 这些犹太人呢 他们心里面 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耻辱 国耻 因为他们回想到 以前大卫王 所罗马王 辉煌的时代 所以他们一心一意的期待 由一个尼赛亚出现 一个救世主出现 一个民族的救星出现 带领他们 恢复到那个全盛时期 赶走罗马人 可能还有一些犹太人 想要赶尽杀绝 把罗马人杀光 报仇 但是耶稣来了 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尼赛亚呢 耶稣 他提到的是一个新的国度 这个国度 是神的国度 也就是耶稣口中所说的 天国 天国尽了 这是耶稣说的 但是他所传讲的这个天国呢 是不同的 跟当时犹太人的想象 跟当时犹太人的期望 都不一样 所以用今天的话来说 耶稣是一位非典型尼赛亚 他不同于他们的想象 不同于他们的期望 而且当时的犹太的领袖 这些宗教的领袖 他们也在观察 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的 他的教导些什么 甚至他们心里面 其实已经对耶稣下了定论 说 这个人 是个祸害 所以他们想要 抓到耶稣的一些把柄 但是总之呢 这一天 耶稣在船上 然后岸上有人 有群众 在那里听耶稣讲道 听耶稣传讲天国的道理 可是我们今天 要看的这段经文呢 是个比喻 但是我们很少提到 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 如果你对基督教 稍微有一点了解的话 那你可能常常听说 对 耶稣好像常常用比喻 常常说故事 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很久 你是资深的基督徒的话 那比喻对你来说 其实耳熟能详 特别在今天的撒种的比喻 你已经听过很多遍了 但是对当时的门徒 并不一定是这样子的 当时的门徒 其实他们听了 是一头雾水的 听不懂 那我们看以下的经文就知道了 我们看 门徒上前问耶稣 你对他们讲话 为什么用比喻呢 耶稣对群众讲话 为什么用比喻呢 这是一段我们在 教会里面常常去忽略的一段经文 其实这一整段经文是分三段 第一段是刚刚我们念过了 耶稣说这个是啥种 然后呢 中间门徒问说 为什么用比喻 然后最后第三段才是耶稣 讲解这个啥种本身的比喻 但是我们常常就从第一段讲完 然后啥种 然后我们就直接跳到第三段 我们就去看说 耶稣原来这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 往往忽略了第二段 也就是耶稣说 为什么要用比喻 那为什么要用比喻呢 我们应该不要跳过 我们要好好的正视这一段 难道他只是换个口味 说说故事吗 难道耶稣的教导 很枯燥 所以要用活泼生动一点的方式吗 耶稣的教学技巧 很多元很棒 换换口味 是这样子吗 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呢 其实耶稣用比喻 是有更深一层的用意的 耶稣有更深的用意 门徒们他们是看到机会 什么样的一个机会呢 是让这些群众 哇很多人聚集在岸边 让他们有听到天国的福音 有关天国的道理的机会 所以门徒可能认为说 哎呀 主耶稣太好了 今天这个大好时机 抓住这个机会 向这些群众说天国的道理 把天国的道理说清楚 讲明白 这些人真是有福 但是不是的 耶稣 如果我们仔细看这段经文 我们会看到的是 耶稣让这群人更听不懂 他用比喻 让群众听不懂 他刻意地用比喻 教导众人 结果让大家听不懂 好 我们来看 耶稣他是怎么说的 为什么他要这么做 他回答说 天国的奥秘只给你们知道 却不给他们知道 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 他就充足有余 凡是没有的 就连他有什么也要拿去 因此我用比喻对他们讲话 因为他们看却看不见 听也听不到 也不明白 以赛亚的预言正应验在他们身上 他说 你们听是听见了 总是不明白 看是看见了 总是不领悟 因为这人民的心思迟钝 用不灵的耳朵去听 又闭上了眼睛 免得自己的眼睛 看见耳朵 听见 心里 明白 回转过来 我就医好他们 这是耶稣的回答 耶稣为什么让大家反而听不懂 可能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看 这一段话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 这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的经文 那以赛亚是谁呢 是在耶稣降世之前五到六百年 旧约时代 以色列应该说 犹大就是南国 有分北国跟南国 南国时代的一个先知 神猜浅他 要对犹大国说 宣告犹大要灭国了 这是非常吃力不讨好的角色 他要宣告说 完了 要亡国了 他的开场白是什么 牛 认识主人 驴 也知道主人的草 可是以色列人民 不认识我 也就是说 神透过先知以赛亚 对以色列人说 我生你 我养你 可是你不认得我 彻底伤透了神的心 这是先知以赛亚所传讲的 那今天我们看到这节经文 耶稣就是在新约的时代 那个时候 他就是新的以赛亚 他必须要对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 说出神审判的话 他要来警告以色列人说 要回转归向神 这是 耶稣当时的 同时具备一个新的以赛亚的一个角色 但是除了像 先知的警告 这样的话之外 其实耶稣还有更多更丰富的用意 为什么他要用比喻 其实主耶稣只要用到比喻 我们就可以心里面想象 我们来到了一个钉字路口 一个岔路 到了这个岔路 前面 我们必须向左 或是向右 也就是说 我们必须心里面有一个选择 我们必须做出抉择 因为耶稣把一个 人生的重大题目 放在我们的眼前 我们要选择天国的价值观 还是世界的价值观 我们选择跟随基督 还是跟从世界 这个是我们在岔路 所面对的抉择 所以这个是 耶稣用比喻的用意 因为我们要跟随基督 那跟随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如何选择向左或向右 我们如何选择跟随基督呢 跟随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当时跟着耶稣的人很多 就一站一站地走遍各乡各城 就跟着耶稣一直走 但是走来走去 东奔西跑 这不是主耶稣的跟随的定义 他要的只是跟着他东奔西跑的一些人吗 如果我们注意经文里面 经文里面说众人 那众人其实就是群众的意思 那这里面所说的群众其实就是什么 是围观的人 有一大群围观的人 那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到 众人群众这样的字眼 因为他们跟门徒是有分别的 众人跟群众是什么样的心态呢 是一个围观的 旁观的 观望的心态 他们是在一探究竟 耶稣这个人是真是假 他们心里还没有做决定 他们是有距离的 他们是要来满足好奇心的 说穿了 就是来看热闹的 他们是过门但不入的 这跟我们今天什么很像呢 你看下一页 我们今天有很多的通讯的媒体 科技很发达 我们用LINE 我们用微信 我们用Instagram IG 我们用微信 微博 我们有脸书 这些很多的社群媒体 我们加入一些官方账号 我们关注一些公众账号 这个是我在追踪的 我有家林书豪 就是纽泽西蓝网队的后卫 在我的LINE里面 所以他跟谁吃饭 所以他今天怎么锻炼 然后心里面有什么话 我可能过三四天 他就会PO一折 我就会知道 所以这个是我在LINE上 唯一有追踪的一个人 另外一个是我在微信上面关注的 叫做育成堂的一个公众账号 那育成堂呢 就是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古董古丸 全部都是陶瓷的 因为我喜欢青花瓷 所以我就关注这个账号 所以呢 好像这个就是我这个礼拜看到的 我不看 乾隆青花八吉祥 还是要看一下 文顶竹湖 这是我这个礼拜看到的 那我们这样子 你可能跟我一样 你追踪一些人事物 你关注一些特定的议题 可是他严格上来说 并没有跟你的生命产生任何的真正的连结 我们还是各过各的 林书豪打得再怎么好 不会影响到我的生命生活 我过得再怎么痛苦还是喜乐 也不会灵响到林书豪 我们的生命是没有直接的交集的 各过各的 就像我刚刚说的 过门而不入的 这不是耶稣所要的 他不是要我们追踪关注他 他的目的不是要成为一个网红 他是要我们的生命跟他有所连结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 这个叫做色谱法 色尘分析法 是我想到 我应该是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 在化学课里面 做的一个实验 有人记得吗 还是正在做 太好了 老师呢 把一些不一样的物质 不一样的化学成分 通通放在一个容积里面 它就融在里面 然后都混在一起 然后就四五种 问题是 反正都融在里面了 都在那个液体里面 我们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那我们如何知道 里面是什么 那我们就用这个实验 做色尘的分析 因为用这个实验之后 不一样物质 它流的速度就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 原来有蓝色就是什么东西 红色 紫色就是什么东西 黄色就是什么东西 那不一样的成分 它就会表露无遗 就会都被分出来 这个就像耶稣 用比喻的目的 他必须把人分出来 因为群众一大群 里面什么样的人 不一样的动机 通通都有 但是主要 谁是真正跟随他的人 谁是真正 生命可以跟他有连结 而且是共同的 紧密的交错在一起的人 这是主所给我们的比喻 他要我们来跟踪他 而不是做一个围观的群众 我们知道 内行人看门道 外行人怎么样 看热闹 我们不要成为只是一个 看热闹的人 门徒不是只是看热闹的人 门徒就算看不懂门道 但是至少他们有一个可目的心 我们看到经文 他们愿意去问 他们进一步地去虚心地讨教 去了解说 主啊 你刚刚那段杀种的比喻是什么意思 他们是积极的 不是来看热闹的 可能不像有一些人 他可能还会 不懂装懂 有些人听了道之后 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 哎呀 这个胡说八道 根本就不理 所以他怎么样 左耳进 然后右耳就出 所以他没有把生的道 当一回事 马上就把他忘了 置之不理 那第二种人可能就是 明明不懂 但是还装懂 然后就用自己的方式去解释 去曲解圣经 比如说呢 这是我假想的 圣经里面提到金钱超过一千次 可是提到祷告只有四百多次 那这样子 似懂非懂或是装懂的人 他们就会说 哦 你看 出现这么多次的金钱 所以金钱一定比祷告重要 这是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要用力地追求金钱 他可以这样子 擅自地扭曲圣经 这是不懂装懂的人 因为他们的心 已经被钱财给塞满了 所以你跟他说什么 你翻什么圣经给他看 他不一定能够接受 他只想用他自己的方式 合乎他自己心意的方式 来解经 但是 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分辨说 谁是门徒 谁只是一般的围观的群众 看热闹的群众 我们必须成为门徒 那我们如果继续再看经文的话 就知道说 其实主耶稣不只是分群众跟门徒 看热闹的跟看门道的 他是分四个类型 那我们来看 第十八跟第十九节 所以你们要听这撒种人的比喻 凡是听了天国的道 却不明白的 那二者就来把撒在他心中的夺去 这就是撒在路旁的 这是第一种人 也就是道 他听了完全没有任何结果 我刚刚讲左耳进右耳出 没有任何效果 第二种 那撒在石地上的人听了到 欢欢喜喜地接受 可是他里面没有根 只是暂时的 一旦未到遭遇患难 受到迫害 就立刻跌倒了 所以这样的人 他的根是怎么样 浅的 那他可能是刚开始很有热忱 但是一遇到事情 哇 马上就不行了 所以像我们俗话有时候说 虎头蛇尾 可能这是一个例子 好 那第三 我们看第二十二节 那撒在荆棘里的 就是人听了道 但是有今世的忧虑和财富的迷惑 把道挤住 结不出果实来 弟兄姐妹 这个可能是我们多数人的情况 包含我在内 我们每个人有时候 都会落到这样的光景里面去 因为今天的时代 让我们非常的忙碌 那我觉得我们中文字非常的妙 忙 忙碌的忙 一个心 再一个亡 就是说 忙忙忙 让你的心死掉了 我们心就不知不觉地 慢慢被忙死了 所以国字真的很妙 有它的道理在 所以我们被今生的忧虑 前残的迷惑困住了 所以就是被这些荆棘卡住 非常可惜 好 那我们再看第四个 二十三节 那撒在好土里的 就是人听了道 又明白了 结出果实来 有一百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三十倍的 这是好土 这是耶稣 祂想要分别出来的 祂用比喻 能够找到真正对他忠心 真正虚心想要跟他学习 真正真心想要跟从他的人 不是只是追踪关注而已 他要的是这样子的人 那每当我们读到 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 其实英文诗应该是翻土壤的比喻 因为土壤才是这个比喻的重点 我们要自我检视 我们是什么样的土壤 我们是好土吗 我们是否有结出果实来 还是我们的内心枯萎 我们是否在日常生活当中 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 我们是否能够耐心地 对待家人 朋友 弟兄姐妹 那你心里面可能会说 哎呀 牧师你别再说了 满心愧疚说 哎呀 我不是好土 哎呀 我很糟糕 我心里很多罪 我有很多伤痛 哎呦 不堪回首的过去 但是我现在真的也是 属灵光景不好 满肚子 垃圾 就让我想起一样东西 也谢谢同工帮我准备 你心里面可能像这样 这是一大堆果皮 吃剩的 垃圾 剩菜 已经有点臭味了 因为星期四放到现在 还是盖起来比较好 你的心可能是像这样子的状态 但是神 祂是奇妙的 神是大能的 祂能够把这样子非常不好 对我们来说完全是垃圾的东西 祂可以转化它 神能够运用我们心里面的垃圾 你的过犯 你的伤痛 但是在神的大能之下 被转化成我们成长的养分 而且是能够甚至让他人也蒙福的养分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看到耶稣这个比喻 它是一条岔路 我们必须做出抉择 你要选择跟随基督 还是你要选择跟随世界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谢谢祢给我们这一段宝贵的经文 主我们知道 虽然祢在警告我们 要我们做出决定 但主啊 祢温柔的此生在呼唤我们 祢在对我们的心发出邀请 祢说 孩子啊 来跟从我 孩子 祢心归我 主我们在祢面前说 是的 主 我们的心归祢 我们的心归祢 主 虽然我们软弱 我们不够专心 跟从 但主 祢用爱挽回我们 谢谢祢 求祢圣灵一天一天 在我们心里面动工 一天一天 加添我们的心力 转化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 因为主我们再次把自己 献上活祭 求祢使用 求主祢来雕塑 求主祢来 这样让我们再次地成长 让我们满有基督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 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咱们